台鐵新自強號在花蓮遇上土石流 撞擊落石導致列車出軌意外 包含了司機員一共是9人受傷 而現在傷者們的最新傷勢狀況 我們把現場交給人在花蓮慈敬醫院的子鳳 來告訴我們 好 主播觀眾 我們現在就在花蓮慈敬醫院 我們要來持續關注 台鐵新自強號列車就在下午的時候 因為遇上土石流 導致列車撞上落石 之後包含司機以及8名乘客一共9人受傷 那麼在這一起事故當中 台鐵的第1、2還有第9節車廂 都是有出軌的狀態 因此目前這列車在現場要等待後續搶修 而我們要來掌握目前傷者傷勢的最新狀況 其中以司機傷勢最為嚴重 他的手骨折目前已經住院 要等待後續來開刀治療 而其他幾名傷者 他們都是屬於傷勢比較輕微的部分 其中在慈濟醫院這裡 包含司機一共有5名傷者 但是呢也幸好他們的傷勢比較輕微 而且呢都是意識清楚 所以呢在司機以外的其他乘客 他們都是初步包紮 減傷之後就離開醫院 那麼有些人他可能是手腳擦挫傷 有些人是腰痛 那麼有些人可能覺得頭暈頭痛不舒服 那麼另外呢還有人 由於呢是年紀比較大有大概是80歲的長者 因此呢一度也是讓家屬感覺是比較驚魂的 所幸呢他們是沒有大礙 而我們要來持續掌握 現在呢包含交通部長以及台鐵的董事長 他們都已經連夜趕往現場要來開災 而明天呢最新的開災狀況 我們也會持續來掌握 剛剛我們就在前往的路上 由於沿路呢都還是有零星的下雨 再加上了蘇花公路這幾天來 由於下雨的關係呢 有些可能土石流鬆動或是落石的災情 我們剛剛呢就直擊沿路都還是有落石的 因此也要提醒用路人掃心 後續東城新聞也會持續掌握最新狀況